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的主教练在各自的球员时代都是后卫队员 而张外龙也在自己球员时代曾经获得过亚冠的冠军 而奥拉罗尤也是在自己的执教生涯中 在西亚的各个国家他所执教的联赛里面都获得过联赛或杯赛的冠军 带队执教的经验非常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队还是要避免这个黄牌的问题 因为走到下一轮像江苏苏尼伊购这边后防线除了米兰达都是三个黄牌 差一黄停赛 对 然后重庆这边马尔西尼奥和蒋哲都是三张黄牌 现在想到的肯定是冲四强的一个目标 这个是最首要的 这场比赛宋尼伊购队的队长乌西也将完成他在职业生涯的第十次来面对重庆队的比赛 今天在宋尼伊购队的中后位位置上依然是里昂搭档米兰达而西里诺在首辉合的比赛中表现是相当的抢眼 对 多次拿球多次触球也完成了多次的突破 上半场比赛一触即发将会由重庆当代队在上半场来率先的开球 而苏赵体中心在昨天也是进行了第二回合的上海德比战 随着主赛万一声哨音PP体育 为年大来本赛季中超联赛争贯组第二回合的比赛直播 苏尼伊购队和重庆当代队的比赛 应该说在首回合1比1两支球队的当家射手 苏尼伊购队这边的特谢拉帮助球队在首回合率先打破僵局 随后卡尔德克在下半场的投球破门是追平了比分 双方在首回合是战成了平局 将晋级的悬念是留到了今天 留到了稍后的90分钟 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本场比赛的首发 苏尼伊购队这边门将还是1号顾超 在后方线上左后卫5号周云 右边20号阿布都海米提 两名中后卫2号里昂以及外元 13号米兰达 在中场的两个边前卫是7号罗靖 以及11号谢鹏飞 中前卫队长22号无锡和外元 33号瓦卡索 而前场的组合是一高一快 23号埃德尔搭档26号桑蒂尼 由于埃德尔今天是首发 他的8力进球是和特谢拉定列这个赛季球队进球最多的这样的数据 重庆队这边门将是16号邓小飞 四名后卫右边5号蒋哲 左边19号刘欢 两名中后卫还是元帅组合 3号杨帅以及26号圆敏成 在中场的两名后腰 31号黄夕阳以及35号陈杰 在前场的另外四个位置是4名来自于巴西的外元 10号西里诺 22号马尔西尼奥 30号菲尔南迪尼奥 以及27号卡尔德克 双方在第一回合的几天前的比赛呢 对于彼此的了解应该说是非常的清楚了 然后这场比赛和第一回合比赛 双方的战术方面有哪些针对性的变化和赛前的准备和部署 袁敏成在号场拿球 作为中后卫他也等赛进的能够两次破门得分 目前看呢 其实没有在重庆这边没有太大的差别 前场四名外援的放置的方式啊 依然是没有变 马尔西尼奥今天还是在这个二前锋的位置 然后右边是西里诺 左边是菲尔南迪尼奥这样的一个安排 跟上一场是一模一样 那在江苏苏尼伊购这边呢 保持442的一个框架呢 其实就是把前场换成桑蒂尼和埃德尔的组合 当然了 这个换成高中锋之后啊 江苏苏尼伊购肯定他的整个的前场的化学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上一场他替补上来之后呢 10分钟左右的时间上场就有作用 并不是说他自己的打门 而是他牵制了对手的防线之后 给队友制造出来的机会 创造出来队友的进攻空间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呢 第一场比赛也许桑蒂尼首发的话 对江苏苏尼伊购的这个效果会更好 当然这场比赛直接上了 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所以看看他首发的效果怎么样 因为他对袁炳成和杨帅的消耗 直接消耗是肉眼可见的 是直接能够看到的 刚才重庆队的中场老剑黄西洋的一次犯规 苏尼伊购队开场后不久 获得前场的并尾球机会 谢鹏飞和埃德尔站在开球点 一左右掩护 埃德尔右脚开起来 到后点米兰达投球顶到了 跳得非常高 完成了头部接触空中来球的投球攻门 没有压住 上个赛季能够打进一粒连赛进球 本赛季米兰达也打开过自己的进球账户 在观看比赛的同时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本场比赛出现进球后 PP体育苏尼伊购将会为您带来红包雨 欢迎来抢 抢好货就上苏尼伊购 苏尼伊购队这场比赛的第一次进攻的前场定位球 这也是在赛前双方的主教练在新闻发布会上都提到的 就是这场比赛都要在进攻和防守定位球方面 要有比第一场比赛更好的发挥 卡尔德克争高空球的时候 在背后里昂还是有一次犯规的出现 两个队的中锋呢 卡尔德克和这个桑蒂尼 实际上都不是定在前边的类型 都会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呢 去对抗外围的防守球员 这一点呢 也是重新当代这边 可能也是希望配合他的特点 让马尔西尼奥既能带球 又能够冲刺去帮助一下卡尔德克 另外西里诺呢 在右边也有速度 双方在这场比赛所排出的前场组合非常类似 都是有高中锋 同时身边的还有速度非常快 拿球能够突破的队友来去穿插来去侧应 对 当然如果我们说这个 相对来说级别上呢 卡尔德克和菲尔南迪尼奥的作用要更重要一些 更像核心这种作用 阿尔西尼奥和西里诺是配合他们的球员 周云主攻上来 今天周云也是为这场比赛准备了一个新的发型 和他以往的发型 风格看上去是截然不同的 李昂给剪的赛前咱们记者介绍 是的 周云呢 值得一提的是他就是苏州人 所以在争冠组第二阶段在苏州赛区的比赛呢 周云也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有了中锋之后呢 江苏苏尼伊购这边的打法还是会去围绕中锋 而且桑蒂尼他本身的侧应的意识还是相当不错的 拉出来以后再局部用他的身体去吸引火力 然后去制造一些第二空当 在之前的比赛 桑蒂尼在比赛中这种中锋属性和作用 是能够展现出来的 而且他能够及时地去反跑到禁区 虽然说不是说绝对速度行 但是冲起来会有一些制造出一些威胁 上一场其实江苏尼伊购的开局非常好 当时是借用了前场四人组的一个 一三的一个站位 就是谢鹏飞收到中间 前面罗靖和特杰拉去冲一个点 最后特杰拉取得的进球 埃德尔在中间 而且是不在没到十分钟的时候 便取得比分的领先 不过我们说在这种比赛当中 往往可能看上去弱势的一方 其实他能够采用特别的体系以及斗志 能够让他们有很强的竞争力 昨天的上海得比当中 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对 赛会制的比赛规则 和以往球迷所熟悉的两回合 一个赛季的联赛制 是未有完全的不同 冲西洋向前的长阵球输送 米兰达头就先点档 最后立洋大调破坏到中宣 对 南迪尼奥先要把球蹚过来 但是乌西还是能够把球赛 缠给马卡索 在双方的第一回复比赛中 苏尼伊高队的中场球员乌西 是在那场比赛中 单场抢断次数最多的球员 非常善于进攻 同时也非常善于防射 但是那场比赛当中 他进入到禁区的次数 寥寥无几 直到桑蒂尼上场之后 才给他掩护出了一个 后插上的空档 这就能说明桑蒂尼这种中锋的作用 就是黄西洋向前的传球 卡尔德克摆脱了里昂 自己带球 带出了进攻纵身 右边有空位 西里诺在进区里边 调整好 还在考虑应该如何处理 倒三角传过来 是被罗靖及时的回撤 把球断下来 罗靖刚才的回撤意识 和参与防守的意识 是非常不错 现在重庆当代需要快速的回防 但是这块打得也很快 埃德尔 面前是蒋哲 这球传起来给高的看看 桑蒂尼 左脚射门球进了 两场比赛都是在七分钟的时候 江苏宋尼一购队 取得了比分的领先 打破了0比0的平衡 而这一回 四回合 先为宋尼一购队进球的 是高中锋 桑蒂尼 首发就进球 果然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没错 这个球我们就说 重庆当代一次进攻未果之后 首先是罗靖收到了大进区线附近 把这球拿下来 迅速的把这个反击纵身打出来 结果重庆当代没有办法 没有时间去回防 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桑蒂尼在这次进攻当中的跑回 他首先是拉回来接应 然后呢 在埃德尔做一个斜插之后 他又奋力的往中间去抢点 埃德尔给他留足了前插的时间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圆炳城就比较费劲了 因为其实在埃德尔这样一个横向 移动之后 杨帅和圆炳城的位置 已经左右颠倒过来 所以对两个中卫来说 他不是在一个习惯的位置 非常轻松的 又是这个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手牌记录了 而且左脚的射门 虽然角度很小 但是力量很足 也展现了桑蒂尼作为高中锋 非常不错的射门技术 在上个赛季中超联赛 客场与重庆当代队的比赛中 桑蒂尼就能够破门 所以连续两个赛季 在碰到同一个对手的时候 高中锋桑蒂尼都能够破门得分 也使得球队现在取得比分的领先 那么首回合的比赛呢 也看到了重庆当代这支球队 是一支非常有韧劲的球队 在长时间的0比1落后情况下 他们在下半场颁平比分 所以现在苏尼谷队又领先了 也是考验球队是否在四回合 能够保住领先优势 或者进一步扩大领先的优势 重庆这支球队有很强的爆发力 他的这个几名球员 如果能够去结合到一起 去发力的话 这个是非常可怕 所以这场比赛还非常长 上半场的比分呢 已经是上半场的比赛时间 已经是快到十分钟了 PP体育提醒您 百分百男士定制清阳 邀您观看中超赛事 冠军表现无懈可击 虽然这个赛季重庆当代队呢 是在比赛中 场均短传次数最少的球队之一 但是他们却在射门的场均次数上 能够进前四 重庆当代队在比赛中 往往打的会非常的高效 非常的直见 谢鹏飞在右路 还是给刘欢带来了 比较大的压力 上个赛季的主客场 两回合比赛 谢鹏飞面对重庆当代 都有进球 而这场比赛和首回合前十分钟 不一样的是 双方的开局阶段 并没有抢开局 而是比较稳的 来进行阵地战的相互的攻与手 稳扎稳打 是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策略 重庆当代的四名外援 包括之前有阿德里安的时候 五名外援 其实他都是在进攻端的外援 所以这一点 其实会在这种 硬碰硬的比赛里面 有一些劣势 昨天我们其实看到 深花的姆比亚的这种作用 后防外援 我觉得在现在四个外援的这个时代 应该是要重视起来 所以使球队的阵容更平衡 这外球 马卡托投得很远 桑蒂尼投就一摆 在后点 真是机会 但是埃德尔的射门 打在西里诺的腿上 获得了脚球 还是要注意桑蒂尼的作用 他往那一站 基本上 你看这个 界外球给出来之后 所有人朝着这个方向 就顾不上后边两点 无稀和埃德尔的位置 所以今天的打法 尽管是特侠拉停赛 但是实际上桑蒂尼 他提供了不同的战术的牵制力 战术脚球开出来 罗靖完成了摆脱在船中 第一点被重庆当代的球员解围出来 那么从上个赛季的后半程 引进了高中锋桑蒂尼之后 奥拉罗尤实际上就为球队准备出来两套比赛的方案 也是有高中锋的比赛 一高一块的前场组合方案 和前场是埃德连线双小的方案 其实这有非常多的搭配的方式 就看你在比赛当中是不是能灵活地用出来 看看 埃德尔传中 邓丽尼在中路去试图抢点 陈杰在中路带的比较多 随后再反抢出现了犯规 其实刚才的那次重庆丢球的之前的进攻 就重庆自己的进攻里边 能看到四个外援和后边六个人是脱离的 在面对防守的时候 实际上六名后场的本土球员 在这个时候是有一点招架不住 而且在空档那么大的情况下 江苏苏尼狗的两名前场外援 直接能够结合出攻势 而且打得很轻松 我们看埃德尔停球的时候 拿球等了几秒 两秒左右 没有人干扰 桑蒂尼轻松地跑到中间 接球 卸球 抢点 这个动作都没有人来贴身 苏尼一购队刚才进球的这次进攻的 纵向发展 快速地推进 所以重庆当代队的后场球员 来不及到防守卫 这种纵身就是还要依托于 埃德尔的这种斜线的跑位 他这方面跑位非常好 就从中间往边路 还有从边路往中间 等等这种跑位 可以直接把纵身打出来 到对方防线身后去接球 然后制造出一个 对方两条线之间的空档 是 马尔西尼奥速度非常快 把球拿下来 同时带出了米兰达 费尔南迪尼奥过来接应 无锡成功地抢断 重庆现在后卫更不敢压上了 刘欢和蒋哲就压在后边 像刚才马尔西尼奥 已经从前腰位置移动到了左边 来跟费尔南迪尼奥来配合 但是这种情况下 没有第三个人的支援 就是现在呢 其实重庆当代的后场 已经被有点压制住了 对 也很难和前面四个人 去形成联系 持续这样走势来发展的话呢 可能重庆当代队会前后掌 被苏尼奥队进攻呢 打得脱节 终于马球回到中场 杨这个手艺就是最简单的电推子 应该这个发型 完全改变了 终于以往给人的小妹的感觉啊 那么在这个赛季的苏尼奥队 要求的不是尽快的扳平比分 而是先把后场弄得严正一点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其实对面的体力会有一些下降 那个时候重庆当代是能够发挥进攻 但是这段时间如果再丢一个 那球队的心态就彻底下乱了 是 所以也要看场上球员的一个 包括尤其边路的两个外员 他去参与防守 或者说前场四个重庆的外员 有两个需要这个时候 加大一些在防守端的力度 先把球队后场稳住 否则现在其实是一个 在反复被冲击的一个情况 是 好啦 陆游在自己球员时代呢 是中后卫 97年到2000年三年 当时是在水源三星 在韩国的连赛中来踢球 所以实际上作为球员时代 他就对亚洲的足球员非常了解 所以其实在江苏松英购 他执教手下一直都有外员的中卫 包括现在还有外员的后腰 对 现在呢中后卫是比兰达 此前还有帕莱塔 谢芬菲 小后边的传球 还是被刘欢碰了一下 最后米兰达 在后场控制住 球的落点 大脚开出去 还是米兰达左脚的解围 这个球 强者先把球呢 顶给了门江邓小飞 邓小飞也是鲁能清训 培养出来的守门员 手房现在都是 在后场来长传球 后场起球 也脚法控制的不是特别好 第二点马尔西尼奥其实第一场 他的这个非常勤奋的这种大面积覆盖 就给人留下很深刻印象 因为他不光在中路待着 他还到两翼 他本身就可以打边风 到两翼去支援 还能反跑 有一个愿意和西里诺两个人的位置靠近的跑位 我觉得其实是西里诺的位置 其实可以再灵活一些 因为上一场有一些突破 但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需要顶到前面去 然后把马尔西尼奥或者卡尔德克等等换出来 因为西里诺他在边路是能突 因为他有速度 有一定的身高 一趟就趟开了 但是停下来之后 他的触球不是特别的精细 需要脚长的时间来调整 把球调整到脚下带舒服之后 然后再起的时候会有比较强的突破 上一场还有一个坐球车的一个情况 就是他得要么就大空间让他提速 要么去你让他空跑身后也是非常有威胁 谢鹏飞又移到中间了 罗静转移到另外一边 这边是周云 孙力构队的三川两岛形成了左边路 罗静的拿球 单打想着开始那切 再给到中路一让 这是远射的机会 看看无锡的远射 这时候邓小飞扑得漂亮 球没有出界 再挑到后点 艾德尔再打又被刘环挡出去 艾德尔的速度刚才在这一瞬间是冲得非常快 形成了后点的包抄 一方面是速度 一方面是意识 我们说第一下漏得非常清楚周围的情况 然后你看接下来这个捕射的时候 其实他离这个球是最远的 然后跑到了后点 因为后点当时是唯一一个可能比较空的位置 因为中间有桑蒂尼 这个球如果蹦到中间的话 桑蒂尼能接 他就马上冲着后点去了 而刘欢刚才也是把后点的位置 及时的站住 形成了阻挡 今天重庆当在两个边位 首先他们有进攻的属性 但是今天首先得去内收帮助中尉去把防守做好了 因为现在压力太大 脚球开的是半高球 在外围 在转移的时候被拦截了 但这一次送进英购队的中后掌球员回撤的速度很快 所以在进攻脚球结束之后 没有让重庆当代队打出快速推进 在长船打身后 对角飞冲出了进区 把球控制住 其实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在没有阿德里安之后 重庆当代 他有一个点 就是从右边拿球 然后横向给一下 因为阿德里安是左脚 横向给一下 串联一下球队的这个点 没有了 费尔南丁尼奥 他能拿球 拿球非常出色 但是他在左侧 所以现在重庆当代 只能大脚往前开 没有办法把球队串起来 而且经常开的时候 也开得不是特别好 长传球想发挥卡尔德克 在高空的争抢的能力 能争到肯定 第一回合比赛 卡尔德克也是单场投球 争顶成功次数最多的球员 但是你发现到后边什么 卡尔德克差点受伤 对吧 比赛踢到后边 这就是我们说 你还是要有串联球队的手段 否则的话 你全让中锋去怼 那怼一整场 肯定受伤的几率 或者说后边疲劳 好像进不了球 消耗很大 对于中锋 马尔西尼奥有速度在边路 面前是李昂在防守 在传中 这球还是被 迪兰达成功的拦截 齐鹏飞在外围 保护住了落点 随后造反规成功 小Bio智慧评Pro 再一次改变电视 镜头不断地对准了桑蒂尼 这场比赛获得首发之后 出场就进球 这球停得非常舒服 正好把球停在自己的身前 也是左脚射门位 最后左脚小角度大力的射门 另外就是 其实除了中间的情况之外 我们说边上蒋哲 当时应该上一步去逼一下 其实有可能被过掉 但是毕竟你后场的人数是四防二的一个局面 就是你被过掉 其实可以帮助后边的队友去更好的防守 而且你能干扰到有可能 罗靖的远射 势大力尘 而且又是桑蒂尼为罗靖完成了巧妙的一个回座 我们看这球 桑蒂尼根本就没有被贴身 这个球杨帅跟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仿佛是觉得是不是有可能 桑蒂尼能转过身来还是怎么样 但是这样桑蒂尼做球就更轻松了 比赛中桑蒂尼作为中锋球员 在中锋技术使用和选择方面 能够看到这一名球员是很聪明的 知道什么时候该护 什么时候该扛 什么时候该转 什么时候该传 能够处理得非常好 西里诺 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拿球了 没有传好 想要和马尔西尼奥进行传接 但是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他这边做精细的配合是很困难的 冲起来往里面扫一脚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现在就是重庆的四名外援 还是没有被串起来 前21分钟的比赛 重庆当代队这边的前场四名外援 和第一回合比 去对比的话 其实不如第一回合前二分钟那么活跃 周围完成了过人 但是一冲二没有成功 想折拿球 今天蒋哲也是要在比赛中防守端 注意自己的动作 因为他也是差一张黄牌 将会累积 获得黄牌四张 会停赛下一场 冲领当代队这边 还有另外的差一张黄牌停赛 的是马尔西尼奥 而苏尼伊购队是三名后卫 阿布团海米迪 周云以及李昂 对人家迪尼奥 非常好的对抗 瓦卡索的放产 这球吹了瓦卡索 砍球的犯规 感觉第一时间是碰到球了 再看一下 瓦卡索以为自己完成了一次 非常成功漂亮的产球 但最后哨音响起来 而且他犯规这个位置 孙林当代队能够获得前场定位球 这个球实际上 苏尼伊购队球员的争议 是在被这次瓦卡索缠倒之前 非常低调 可能是对谢文飞有犯规 我觉得那个还好 但是这个瓦卡索这一下 应该是碰到球了 可能裁判认为双脚一块去缠 是有一些危险性的 只能是这么解释 因为瓦卡索是左脚球员 所以他那一下呢 就左脚右脚一块出了 他也看孙林当代队如何来利用 他们在上面场的 第一次前场定位球机会 可以投球攻门的袁敏诚 也埋伏在禁区里边 李昂投球顶出来 在外围蒋哲的远射提高了 这个球处理的也不是很冷静 去比球门非常远 而且最近的对手球员 也离他有20米 今天孙林一购队的门将 依然是顾超 他已经是12次 在职业生涯中呢 来面对崇敬这个对手 之前的实际场比赛 只有一次零封 是在2018年的一场0比0 海米提先把球破坏 这个赛季冲战当代队的 左边路进攻呢 是所有中超球队占比最多的 所以今天阿波多海米提这一侧 也会在比赛中呢 时常受到崇敬队进攻的施压 孙林一购队依靠桑蒂尼的 回撤 抢断 重新夺回了球权 而这个时候 比分领先 不急于呢 把比赛机头带得很快 阿波多海米提也是参加了球队 在最近的三次 与重庆队的比赛 而且每场比赛 他都是首发的右后卫 今天你会感觉到 海米提这边的防守压力 没那么大 没有第一回合那么大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此消彼长的过程 就是江苏苏尼一购 今天在前场 直接压制住了 重新当代的后防的地方 整个重新当代的阵型 现在很难展开 就是他后边的球员 没有办法去支援前面的球员 所以现在看看 菲尔南丁尿这一边 能不能有一些新的变化 至少你现在在前场 获得一个界外球 你能够依托这个 去打一波阵地战的时候 是不是还能够组织起来 圆敏成在后场的 一脚长传 而且是一脚转移球 西里诺把球在中场拿到 在第一回合比赛中 菲尔南丁尿在比赛的进行中 是后来下半场 改变了自己所在的位置 在中间场的位置 也是在不同的方向 都可以去打 成功地断球 瓦卡索前场的二打二 瓦卡索自己带球 中路只有埃德尔一个人 所以把速度慢下来 自己打门了 圆敏成把球封堵 球没有出界 还是瓦卡索 这个球埃德尔想要脚下 可能是不是觉得这个球 直接跑过去瓦卡索 传有难度 而且他那个时候 瓦卡索如果传的话 应该先传 一下还是往前带了 瓦卡索可能认为埃德尔 应该往前去插 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 非常常规的反击的组合 对 还是有一些误会 桑蒂尼需要在比较 靠后的位置冲上来 这位球投掷 桑蒂尼停下来 再坐到禁区外 看一看无锡 这球想要打门 被挡了一下 陈杰完成了 关键时刻的封堵 在今天上半场 到现在为止的进攻中 苏尼伊购队的进攻 当发力的时候 重新当代队的 防线的退的比较深 所以也看到了 苏尼伊购队 可以在禁区外围 已经有至少两次 远射的机会 投球做出来 又是在外围 武器把球再转移 周云和西里诺在拼速度 再起西里诺 打进两球 所谓一名进攻球员 这个数据并不理想 我先飞尔南丁尼尔的位置 要换一换 我觉得确实不能定死在左边了 对于重新来说 飞尔南丁尼尔 观察了一下队友的位置 交给陈杰 刘欢上去了 但是第一时间没配合 往西洋 被包围住了 排斥长传球 罗靖 罗靖脚下是能够把球带住的 而且罗靖和谢鹏飞 现在他都可以去参加中场的一些横向的防守 就是他不光是在边上去进攻而已 他是和整个四个人的中场 就能结合到一起 这叫黄西洋传的还是很有威胁 像手术刀一样 直接传到了苏尼购队的进区的中路 但是不超反应够快 今天现场的球迷上座的情况还是不错的 两支球队第一回合的比赛 有达到2910名球迷在比赛场地来观战 也是首回合争贯组的比赛中 上座第二高的一场比赛 埃德尔刚才回车到后半场来拿球 埃德尔的跑动是真的多 米兰达到了冲净当代的后半场 完成了长传球的转移 这边找到罗靖 一对一降折 试图过人没有成功 随后又出现了犯规 这个赛季罗靖在中超联赛代表球队首发的次数 要比上赛季有所提高 在上赛季的杯赛中 它是完成过破门 只是在上半场 出现过一次 苏尼古队非常精彩的多人配合 最后还有罗靖 在这场比赛中 也完成过进区外围的远射 在射门数量方面 以及创造出来的破门机会 质量方面 到目前为止 接近30分钟的比赛 苏尼古队是表现更为出色的一方 菲尔南丁尼奥防守没有落位 对吧 他在前边 所以刚才这一块差点 周云的犯规 吃到黄牌 这样的话周云也是累计 本赛季联赛的四张黄牌 将会缺席下一场比赛 将会停赛 PPTU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活力新品三星S20 FE 5G手机热卖中 下单响67免息 赠400元三星积分 当然下一场比赛呢 虽然不知道是对谁 江苏尼奥里边 还有别的方案 不管是踢四后卫还是踢三中卫 应该都还是有办法 虽然这个防守补卫啊 移动速度非常快 对于自己的选择跑位 对于防守威胁空间的一个判断都是很准确的 西里诺还是先选择回船 找到蒋哲 蒋哲现在也开始在右边路参与进攻了 和马尔西尼奥的配合 这个球啊 蒋哲动作比较大 看一看裁判怎么来判罚 直接的是应该踢到了无锡的腹部 蒋哲也要停赛 蒋哲也因为这一次犯规得到黄牌 下一场比赛也将会停赛 首先说一下无锡的移动啊 这个先到右边内部去补了一次 补了一次海米提的身体内侧 然后又到左边靠近周云这一侧来补 这次蒋哲确实是看到了一个空档 但是无锡也看到了这个空档 马上过来补 所以两个人就拼脚 非常激烈的碰撞 二分之一球的正想 双方都没有停下来 也都直接的出脚了 所以就是一个对脚 而无锡呢 这一下是非常的疼 左方在上面场到现在位置 各有一名边后卫 已经是吃到了黄牌 现场呢也是有很多苏尼哥队的球迷 还举起了自己所在比赛之前制作的T4 为无锡来加油 谢峰飞 蒋哲后边确诊也是对重庆影响很大 还是多面手 他一直也是球队在这个赛季主力使用的右后卫 而且也在右前卫 后腰等方面都可以去踢 我迪利姆拉提是可以来踢这个位置 对 这是上半场苏尼哥队的第三次脚球 第二次在球门的右侧 之前的两次一次战术性的脚球一次开的是低平球 没有把球开到空中 看看这一次 谢峰飞左脚 内拳球开起来 在空中 邓小飞把球给接住了 非常稳健 没有出现脱手 随后开大脚 马尔西尼奥 马尔西尼奥冲起来 还是巴卡索先抢到第一点 随后又顶到了 犯规啊 造成黄西洋对自己的犯规 这个巴卡索虽然身材不高 但是在每一次球队防对手快攻的时候 他的回撤速度很快 所以往往能够看到 是他和其他的边后卫呢 成为对手快攻时候 苏尼伊购队在后场的最后放线 我见到黄西洋 也是在自己职业生涯中呢 转战南北 在不同的俱乐部呢 有过效力 比赛经验非常丰富 这个赛季 他和陈杰所组成的 这一条中前卫二人组 还是确保了 在之前的七场比赛 重庆当代队能够保持不败 鞋锋飞 罗镜再冲 杨帅大脚的破坏 陈杰拿球 马尔西尼奥 速度降下来 交给西里诺在边路 这球直接选择了四传四射的处理 可能是想传中 但是脚法没有传好 所以西里诺要靠近中路 我始终都是这么觉得 他现在因为现在承担了很多防守的职责 每次都是从后边冲上来 冲到前边之后 他的技术能力可能比其他的外员要差一些 身体还是挺好的 在现场今天也是有重庆当代的球迷 山城的球迷来到苏州奥体中心来观看这场比赛 重庆当代这个赛季 在第一阶段开始之前球队提出的目标是要保急 他们已经在第一阶段过后成功的完成了保急的目标 接下来进入到第二阶段 争取能够冲击更好的排名 杨帅拿球 他是比赛中重庆当代队首发中的首发一二三球员 邓小飞 桑蒂尼在前场 台湾有利原则 因为现在拿球的地方还是苏宁英购队 埃德尔 单打蒋哲 完成了突破 再传到中路 这是后跌 看看谢峰飞的射门 但是被打了 冲得很快 而且左脚呢 完成射门的连接动作也是非常快 但桑蒂尼现在还没有起身 刚才那次掩护被踢倒之后 真的桑蒂尼还没有能够站起来 桑蒂尼的作用 而且他和埃德尔的特点是真的很大 就是他在中间等于吸引了两个中位 包括这个袁炳成把他给踢倒 两个中位都朝他过去了 直接这一下 进攻就能够通过这一点的掩护打出来 这次进攻呢 在中路是罗靖 冲击中路 带走了冲净当代队的防守球员 随后为身后的谢峰飞 创造了打门的空间 这叫左脚的凌空射门 没有完全抽上力量 所以我们说 特杰拉是这个 江苏苏尼狗最大牌的球员 能力 个人能力能够做到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说从球员的搭配上来讲 艾德尔非常愿意跑 冲刺量和跑动量都非常大 而且他在边路和中路都可以处理球 桑蒂尼可以拉出来处理 而且也非常勤奋 去对抗和跑动都非常勤 做球也有一套 这样的两个人搭起来 其实非常适合 这是真正的中锋和二前锋的搭档 也就是说苏尼狗队前场的 三名主要的进攻手 每个人的技战术的特点 在比赛中发挥的特点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中锋和二前锋搭档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点是 这两个人必要的时候是可以换位置的 艾德尔是可以突然的 桑蒂尼可以拉出来 包括两个人都能去边路 这个确实 所以今天重庆当代我们看上去 好像是进攻打得不太好 但上一场其实也是这么搭的 并没有什么区别 江苏苏尼狗这边只换了一个中锋 形势就和第一回合上半场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你把重庆当代的这个 东苏区域给压制住了 整个边位包括后腰的支援 全都受到影响 前面的外援就更加的孤立 无锡成功的断桥 刘传再把桥踢到边路 费尔南丁尼奥和阿博多海米提拼速度 强行力高 然后一个对抗 海米提随后是再去犯规 海米提也吃到黄牌 这样的话他的下一场比赛也将停赛了 不过吉祥应该付出了 今天我看到在大名单里 对 费尔南丁尼奥这段时间已经意识到局势的不妙 几次尝试个人能力来去带动球队 目前来说海米提面对的只是说 这个一对一的情况 所以一张黄牌为代价 但是呢 如果说这块重庆能打出更多的组合 比如三个人或者更多的人的小组 进攻小组 去靠拢 现在就是刘欢上来的时候 往往费尔南丁尼奥已经不再给他出球的时机了 黄西洋开起来在后边 米兰达抢到了 卡尔德哥投球在点回到禁区中路 双方连续的投球 埃德尔在中场拿到球 直接找前面快速前插的罗靖 就被碰了一下 苏尼奥队善于打快速反击 所以在每一次重庆当代获得前场定位球的时候 防下来 然后能够快速的弹出去 这也是要求重庆当代队的防守球员 在球队进攻的时候 对于后场空间的保护 以及快速回撤的意识都必须要做得很好 这球是打到蒋哲了 所以界外球呢 这一边是苏尼伊购队来主投周云 周云在自己职业生涯中呢 为苏尼伊购队打进过两球 在去年进过一球 那是个左脚的进球 第一例进球呢 是在2014年 罗靖的抢断 交给谢鹏飞 和武器跑到同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对于在第一回合取得进球的卡尔德克这场比赛 从现在来看苏尼伊购队的后场呢 也是做了针对性的部署 里昂和米兰达有时候还加上瓦卡索 基本上不会离卡尔德克的位置太远 进行严密的盯法 埃德尔 把球拿住 面前是刘欢 罗靖拉到右边 这时候谢鹏飞已经到了左边 两个人进行了交叉的换位 苏尼伊购 百亿补贴 就补大牌子 买到就赚到 到目前为止 苏尼伊购队已经在沙门场40分钟过后呢 完成9次射门 而同时当代队呢 是由三角打门 两只球队是这个赛季场军射门数排在中超第三和第四位的位置 把他锁在后场 他的脚头很足 所以传球啊 长传或解围能开得很远 上帝尼还是非常的职业和友好 拉到了被自己撞倒的西里诺 这两只球队的球迷呢 在比赛之前呢 也是 关系 处理的非常的友好 还 进行了八人制的两队球迷的足球赛 给这场第二回合来预热 这场另外一个重新当代的发展进攻的一个小的问题啊 但是积累到现在已经不小了 就是说老得长传 他用的长传次数有点太多了 太多了 就是因为埃德尔和桑蒂尼两个人都在参与战位防守的时候司机去压迫中尉 尤其桑蒂尼往前冲的时候 其实中尉是心里边很含糊的 他不太敢去在座处理了 你可能要做一个缓扣的动作 桑蒂尼这腿这么长 对吧 一下刀下来 今天好几次都是圆敏诚和杨帅的 扑球 他最后只能是用一个 没有太好控制脚法的一个长传球 最后前面的人接着也费劲 不是说你不可以尝尝 在后场球权还是苏宁一购队来去掌控 应该说山马场苏宁一购队还是踢的占据了优势 同时也是控制住了比赛 不过从后边45分钟的考量来说 江苏苏宁一购这边作为占优势的一方 现在是一球领先 所以还是有很多的变数存在 塔尔特克 给球给到中的马尔新尼奥的速度够快 但是阿波多海米皮 右后卫 及时的补到中后卫的位置上 把球给破坏 变数就是重庆当代 毕竟是一个速度很快的球队 就是这种时候 当你一旦有松懈或者疲劳 它从哪个点都有可能有人 直接用速度去威胁你的空档 这个就是刚才的情况 上半时快要结束了 我觉得体能都有一些下降 西里诺 陈杰拿球再给到边线蒋哲 人球封过 虽然能够过掉一名苏宁一购队球员 但是周云补过来 延缓了这一侧重庆当代队的进攻 还是在小范围内争取能够传中 西里诺队把球抢下来 先是一脚破坏 刚才重庆打到这个角骑区附近了 但是没有往外打的意识 所以另外一边三个人就在那等着 球只能是等着传中 能传出来就能够完成一次进攻 传不出来的话 球可能就丢了 那个情况下局部也是小组对小组 你哪那么容易形成传中 其实还是要有往外迂回一下的意识 迂回一下从湖顶附近去连接 所以现在重庆当代没有阿德里安这种 直接从右边横向盘带 从右边转左边的这种能力 那就这种连接就变得很困难了 往西洋只塞球找马尔西尼奥 球船的力量大了一点 这球还是有点球稳 趁街 也是在这个月度过了自己的生日 成为了最终中场的一员老将 桑迪尼这个站位 他一直在那站 就是跑移动着 参与了中场的这个防守 写风飞在边路把球给盘出来 形成了突破 但是中路只有罗敬一人 传中球力量小了 固定当代队还是很直接的打法 一脚找到前面的卡尔德克 自己拿球 横向移动完成横传 看到无锡的防守端 为球队做出的贡献 就是他的回撤 可以做到深度的回撤 而且卡死对方关键的传球线路 西里诺 拦截成功 左脚的远射 打在李昂的腿上 上半场将会有两分钟的捕食 所以南京要自己来 和防守他的阿波多海米提 两个人都倒地了 都没有犯规 没有哨音的推响 在上半场的最后几分钟 现在比赛节奏突然快起来 你来我 刘焕又带球上来 只有他自己 所以也没有办法完成突破 首回合比赛 刘焕在最后阶段 是出现了受伤 被单架开出 但是伤得并不严重 没有影响他 这场比赛的首发出场 这个赛季篮球队在中超联赛下半场的进球呢 都是要比球队在上半场进球更多 所以让我们再期待双方 在今天下半场的进攻端的表现和发挥 这辆地尼奥和第一回合对比的话呢 有一点是相同的 就是他在比赛中的求生欲望很强 而且有时候会显得有一些情绪 有一点着急 新里诺 周云上前的压迫犯规了 周云在防守的时候呢 采取的是主动上前 不给新里诺呢 停球的时间和顺利转身的空间 向折给到右侧 卡尔德克起诉了 扣过来 自己身体平衡失去 所以摔倒 感觉刚才应该卡尔德克做变相的那个位置 应该是西里诺或者马尔西尼奥可能会更好 对 他这个外边带球的欲望有点强 其实他可以不用做这么大幅度的扣 这个球还是能够处理出来的 好 这个时候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应该是结束了 上半场比赛过后呢 苏尼伊购队和首辉格的上半场过后 是同样的比分 1比0领先崇敬当代队 在上半场呢 为球队打进进球的 是今天首发的高中锋桑蒂尼 而埃德尔的上半场表现非常出色 是完成了助攻 半场过后苏尼伊购队 但是1比0领先崇敬当代队 我们在上半场也是提到过两支球队在本赛季下半场比赛进球的更多 苏尼伊购队这边呢 这场比赛之前的24例连赛进球 14例是在下半场比赛打进的 而重庆当代队是23例连赛进球中的14例 也在下半场打进 对 都是后城发力很足的类型球队 下半场将会由苏尼伊购队来开球 传统的蓝颜色的球衣 在下半场苏尼伊购队将会从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 主赛判石真璐 也是在上半场呢 就出示了战胀黄牌 他也曾经在2014年组织为半决赛 是法国江苏队和上海生花队的对决 好 这个时候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现在收看的是PP体育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直播节目 上个赛季中超联赛的前三名 已经都拿到了本赛季争贯组半决赛的三个席位 苏尼伊购队是上个赛季的联赛第四 也在冲击他们进入到本赛季争贯组半决赛的入场机会 埃德尔又是这种跑位 就是从中间直接斜着跑到左边来 就是他等于让边路更靠前的位置 多了一个纵深接球的点 桑蒂尼在中间牵制 其实这一中一边就是在呼应 今天我们一直在想想桑蒂尼的出场 他和埃德尔是从球员特点上面 非常非常完美的契合在一起 而且桑蒂尼作为一个高个子球员 他并没有让苏宁这边的跑动下降一块 而且反倒还是填补上了这一口 他在防守的时候 甚至还有的时候会帮助罗靖去落位 是的 这个是非常勤奋的一个表现 也是他自己跑动能力强的一个体现 在山本上已经看到了 桑蒂尼和埃德尔在前场进攻的时候 化学反应 球队打进的进球 为桑蒂尼助攻的就是埃德尔 中场休息过后 两支球队没有进行快速的换人 现在场上的球员依然是这场比赛 开场时候双方排出的首发11人 埃德尔把球拿下来 中路由桑蒂尼他给到边路 想要找罗靖 同时罗靖和谢冯飞两个球员呢 在这个战术体系当中 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有的时候需要内收收到这个封线身后作为一个衔接点 有的时候呢需要空跑去往侧翼跑或者是直接前叉 这样的方式来去打开更多的空间 所以在这个四中场的两翼的位置 罗靖和谢冯飞属于战术灵活度比较高 既可以向内也可以向外也可以向前 主要他们自己在处理球的时候还可以更精道一些 陈杰先把球控制住 随后造犯规成功 当然了上半时我觉得江苏苏尼伊购 虽然说优势非常大 但是后防线还是受到了一些压力 我觉得中场其实帮助后防 还是分担了不少的工作 比如无锡和瓦卡索 这两个人还是包括两翼的内收的防守 都是分担了一些防守的外围的工作 上面上多次看到无锡以及瓦卡索 在球队防守的时候位置是非常的靠后 是深度的站位和活动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对重庆当代不太有利的一点 就是两个中卫 其实杨帅和袁炳城 他们上半时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 其实他的消耗是比第一场要多的 因为第一场比赛 他们基本上在贴身艾德尔 或者贴身特写拉的时候 并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这两个人虽然能力强 但是毕竟杨帅和袁炳城个子大 现在桑蒂尼对他们的 这半场的心理和生理的消耗 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下半时又增加了一些犯错的可能 是的 PP体育也是提醒观看这场比赛的 各位球迷朋友 本场比赛进球后 苏宁一购将为大家送上现金红包与 抢好货就上苏宁一购 罗靖在多多拿球 桑蒂尼一脚出球 再给到边线移动的艾德尔 完成了传中 看看这球是谢科威拉 射门被打了 关键时刻应该是杨帅 做出了非常关键的封堵 这一套进攻配合非常的出色 罗靖在中间跑 桑蒂尼和艾德尔一中一边 把这球分出来 然后中间形成三个包抄 前中后 而且谢鹏飞和桑蒂尼在跑位的时候 还有一个换位 最后是桑蒂尼把球就做给谢鹏飞 所以前场四人组完全形成了 非常好的跑位 如果再有一个胡顶后上的话 这球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谢鹏飞刚才是把球停 然后再打 而杨帅是扑过来 完成了关键的左脚的阻挡 脚球开起来败全球 蒋尔投球顶出禁区 马射西尼奥用速度 虽然是超越了谢鹏飞 但是阿博多海米提 还是补到了防守位 环规了 马射西尼奥这个赛季 来到军军队之后 他还没有过进球 所以说是 今天在场上自明前场巴西 外园中唯一没有能够在连赛中破门得分的球员 其实他是有作用的 你比如说像有些外园 可能比如说昨天申花换上来的 弗拉尼奥斯 他也打中路的位置 但是他没有大范围的跑动和冲刺 还有速度 但是马射西尼奥实际上是有这个作用 他只是前边的首发次数有点少 而且今天他虽然从中路往边路去晃 但是他没有更多的在边路去处理球 所以右边其实是重庆打的不是特别好的一边 对 连带着左边呢 实际上菲尔南丁尼奥这边也是自己在对抗 菲尔南丁尼奥 个人的突破能力很强 刚才是一过二 随后还能够为球队赢得前场的球权 以及定位球机会 无锡被过掉了 但是接下来瓦卡索 瓦卡索实际上在这边唯一不太有利的一点 就是他是左脚拳 习惯出左脚防守 上半时就有一次 这个他最后是双脚的动作 所以说不习惯出右脚 往右边补的时候 还是得注意动作 菲尔南丁尼奥喜欢往这个内部来突 黄西洋来处理这一次重建当代队的 前场的定位球 右脚开起来 在后点 在外围西里诺 左脚再传中 连续两次防守的第一点 都是松一路队球员抢到再打回去 袁敏诚蹭了一下 这边是杨帅的机会 进球无效 开盘的手势是进球无效 因为边才举棋 重建当代队在这一次进攻中是越位了 不过能够看出来 球队在定位球进攻的时候的威力 这是定位球进攻之后的 连续的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高点比较多 这几次两个高点还形成了配合 但是确实是越位了 所以说江苏尼奥刚才给的这个位置的任意球 定位球 其实上一场我们就看到 是一个定位球的积累 最后出现了那个进球 所以这场比赛江苏尼奥应该会在这方面 不是说单纯定位球的防守方面要加强 而是说少送出定位球 对 因为如果过多的给了重建当代队定位球的话呢 可能重建当代队就能够利用上这张定位球进攻的机会 重建当代这边也是要针对这块来想办法 费尔南丁尿实际上他肯定是有造这种定位球的能力 但是上半时他踢的又辛苦 然后又感觉和队友没有配到一起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刚才的画面我们看到的没有问题 那么主裁判呢也是在和市民众主裁判进行交流过后呢 是维持原判 这样的话现在的比分依然是苏尼奥队呢 一比零顶线出现当代 虽然是破门 但是杨帅是越位了 杨帅呢 是江苏人 所以今天呢他是面对自己家乡的球队来进行比赛 这边看看周云好像出现了右侧肩部的伤病啊 看一下刚才一个对抗和卡尔德克 这次又由双方的各名球员倒地 苏尼奥队这边呢是桑蒂尼 我们需要稍后看看刚才在无球状态下 这两名球员发生了什么 主裁判时针路呢率先的控制住了 在场边的教练组的成员 蒋哲有一个手上的动作 两个人在卡位的时候 蒋哲左手挥起来 所以有一个手臂直接去挥向桑蒂尼的动作 正好打在了桑蒂尼的脸上 而且这就在苏尼的教练组的前边 距离很近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教练组的很多人上来 主裁判时针路呢 还是先很好的控制住了 在场内和场外的人员的情绪 现在应该是在和视频助理裁判进行着交流 那么这一个判定的就是看看 刚才蒋哲的这次犯规 是不是属于在场上的暴力行为 直接红牌 如果说最后时针路判断这不是直红 但是它如果判断是一张黄牌的话 按照VR的规定是可以给的 所以这个就会造成一定的复杂性 我们看这个手往后打的情况 主裁判决定自己要到场边的屏幕来去看一看 这未必是一张直红 但是因为既然回看了 就是我们说回看是不包括看黄牌的 但是如果看到有黄牌是可以给的 而蒋哲身上本来就有一张黄牌 这场比赛在进攻端发挥出色的桑蒂尼 确实给重庆当代队的后卫带来了一场压力很大的比赛 看一看是真路如何来去判法 直红 这样的话是直接罚出了刚才在半规中暴力行为 用手臂击打桑蒂尼面部的蒋哲 这样的话在下半场还有大部分时间的情况下 在一球落后情况下重庆当代 现在在人数上也少一人十战十一了 百分百男士定制 青阳要您观看中超赛事冠军表现无懈可惜 一方面蒋哲在争抢的时候确实不太冷静 那个手肘打出去 其实你打到哪都有可能 对吧 裁判很容易认定你是一个暴力动作 另外就是桑蒂尼你看 他经常去边路去压制对方的可能非中位的球员 对 这个时候就给对方外围的方向球员压力非常大 就是你这种贴身的对抗出来太多之后 可能刚才蒋哲就是希望用一个这种方式去争抢到球权 是 最后还是出现了这张红帕 对重庆来说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说桑蒂尼今天首发的作用 虽然大家可能认为这场比赛怎么让他走到的 但是桑蒂尼的作用非常明显 对 他进了球 他造了牌 对 那么蒋哲所获得的红牌 也是这个赛季重庆当代在中超联赛第一阶段和现在第二阶段所获得的第三张红牌了 而之前的队友邓小飞以及袁炳成也都是在比赛中被红牌爬出场过 苏尼哥队获得右侧的定位球 少人 怎么换 同时要看一看呢 现在重庆队在后场的一个站位 应该还是会在比赛中呢 是补齐四名后卫的一个站位 就是当你少一个人还落后需要进球的时候 你唯一的手段就是把你不多的兵力集中到对方可能的弱范上去 而这一点看看重庆待会儿能不能想到 因为毕竟现在江苏尼哥两个变后卫身上都带着黄牌做动作是有忌惮的 对 所以说而对于江苏尼哥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 从整体对抗来说这一整场下来总体也是占优势 对 二分之一球的增强成功率呢还是要高于重庆当代一段 马卡索 他要打身后 这时候陈杰完成拦截 黄西洋 再向前的长传输送 就是要抓一下全线压上之后 苏尼哥队两名中后卫身后的空间 在上场呢 黄西洋就采用这样的纵向 长传球呢有过几次出球 而且现在陈杰打到右边后卫的位置暂时 费尔南迪尼奥的位置也是回收到中场了 423的一个阵型 对吧 马尔西尼奥去了边路 左边路 然后这个西里诺还在右边路 然后是卡尔德克单中锋 费尔南迪尼奥在中间一当二 就只能这样来踢了 可以说在第一回合 以及在第二回合的上半场呢 大摩托费尔南迪尼奥 这一场半的比赛踢得并不顺 费尔南迪尼奥前边的比赛消耗非常大 所以说他这个一当二的活啊 今天江苏苏尼奥本身中场 他们想要通过去就不是很容易 华卡索或者吴希都会过来纠缠你 甚至桑蒂尼会落回到前腰的位置 对 去防守 桑蒂尼现在离中场 他已经变成中场的一部分了 就是在防守的时候 他和埃德尔都能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上半时江苏苏尼奥的跑动数 比重庆当代多那么多 因为重庆当代前面四个攻击手 有的时候适合后边六个脱节的 然后一旦到埃德尔或者罗靖 在前场拿球手转攻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丢球 对吧 像那个丢球一样 然后桑蒂尼再从中场的位置上 快速地来在中路去向前冲击 我觉得这场比赛就可以作为一个 就是中锋作用的一个范本吧 虽然重庆这边也有中锋 但是我们说重庆现在没搭好 就是他这个前场能搭好的情况下 没搭好 而江苏苏尼奥这边呢 他桑蒂尼加上埃德尔搭得非常好 而且他甚至还可以延展到两个边前位 都能够搭到里边 搭好了整个进攻的体系 运转起来就顺了 而重庆队这边确实 如您所说的四名外援 没有产生合力的效果 谢峰飞强大中路 跟桑蒂尼配合 无锡拿球 视野很开阔 找到空位的埃德尔调整好 再传门前 邓小飞出现了脱手 最后邓小飞又把球 牢牢地留在自己的手中 没有给冲上来的桑蒂尼补射的机会 强点很好 船中一般 这个球传得太深了 传得太深了 但是速度比较快 所以邓小飞在压力之下 还是连腿带球一块抱 第二反应很快 这球没抓住之后 迅速地先把球用左手摁住 但是我觉得这样下去的话 重庆当代确实还是比较危险 他们没有换胜利军 这个时候五个换人名额 你应该是有换人来 你后边体能肯定是 越来越不如对手 对吧 消耗更大的一方 肯定是在场上 人数更少的一方 双方的第一回合比赛 两支球队都只在比赛中 用了两个换人 而且都是很靠后 70分钟以后才出现的 第一次换人 那么今天已经是过了60分钟 刘欢 马尔西尼奥 只能奔边路一动 再传到中路 无锡凌空把球解围出去 出径队快速地把球投掷进来 杨帅找到马尔西尼奥 他的转身速度是很快的 自己来一打二 想要从中间穿过去 米兰达 进去那边真敢带 而且他很清楚前面的形势 西里诺 重前当代当然还有优势 就是他前场四个外线 只能是一个当一个半人 不过刚才马尔西尼奥 自己来代球 面对一对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这种情况下 你其他位置的球员得换 而且得换得比较早 才能够去让他们 就是多侧应他们 这时候陈杰作为右后卫上来 完成了传中 扫音响起来了 看一看 应该是进攻球员的犯规 但是这一次西里诺 起码到中间来 第一 这场比赛进进去次数很少 这一次陈杰推进呢 形成了在右边 陈杰的下地传中 应该是西里诺在强点的时候呢 首球犯规了 今天的第二回合结束之后呢 将会产生最后一个进入到本赛季争冠组 四强的球队 那么这一组对决的胜者将会在下周四 来去与上海上岗进行半决赛 首回合的对决 罗静 这球给的漂亮 周云上来了 陈杰把球拦截 最后交给了这一边的西里诺 我这球处理的真是不错 我 黄西洋一停 一转 然后再一传 这球呢摘出去 然而埃德尔回来放手 也就直塞看看 约背了 让我已经想起来谢鹏飞越位 这场比赛也是谢鹏飞 在自己职业生涯中呢 第十次来面对重庆队来参加比赛 他之前也代表 像这张绿城 参加过与重庆当代队的对决 陈杰又上来了 这一侧的空间比较大 但是没有近距离的队友来配合 黄西洋左脚转移 尔德克 背身拿球 这是南蒂尼奥 刘欢在左边 没有看到刘欢 而是自己传中 苏尼克队的手转弓 发挥了埃德尔的冲击 中路有桑蒂尼 远端还有罗靖 前场的三打四 看看埃德尔有速度 随后 圆敏城犯规了 邵英想起来 这个定位球的位置 李昂的左脚可以打 而埃德尔的右脚也可以抽 刘欢对于这次吹判 还是有一些不满 变相的时候 这下有一点阻挡 而且刚才这个红盘出现没多久的时间了 球场已经显得很空旷了 PP体育提醒您 恒大购防捷倒计时 金秋真品八三折 这个位置 李昂曾经在这个赛季足歇杯与深圳队的比赛中 左脚圆圆弯刀 和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非常接近 所以看起来将会由中后卫李昂完成这一次的直接打门 那么其他的球员要做好 一旦有补射机会来去抢落点的准备 同情当代队的人强是五名球员 组成非常宽大 同时也非常高大 李昂的任意球脚法是非常精湛的 桑蒂尼站在人前前面做干扰 这球是不是直接打 埃德尔 李昂两个人站在球前 看看李昂左脚的射门被碰了一下 在空中发生了变响 那样的话呢 苏尼购队现在又获得了前场的脚球 被碰了一下之后 这球还是势头很猛的飞向前门方向 同情对人强只有杨帅一个人起跳 也正是他的起跳 头部挡住了李昂的任意球直接打门 那么刚才的定位球的进攻 完成打门的李昂和任强中 完成阻挡的杨帅 是老乡 两个人都是来自于徐州 看一看角球 上面场有过三次角球 松尼勾队这边 下面场第一次 左脚开起来内拳球 这球邓小飞没敢接 双拳击出 把球击得很远 后续进攻 无锡有空间了 右脚的射门又是被挡了 杨帅 连华松尼勾队的连续两次 一次运动战 一次定位球进攻 都是被杨帅给阻挡 看艾德尔这个典型的第三点空切 非常漂亮 就是另外两个队友做配合的时候 他在旁边空切 这个球就给队友提供了选择 而且也帮队友带走了空间 带开了空间 是 艾德尔今天的跑位 真的是发挥得非常出色 上一场很多都是在贴身缠斗当中 艾德尔下半时很快就累了 这种冲刺反倒他没事 对 那么下半场第一回合 他在边路有时拿球的时候 已经自己不能带球了 对 小球这回战术性的 开出来谢蓬飞左脚船 这个跳起来的是桑蒂尼 没有顶到圆敏城站在原地 这球顶向了自家球门方向 有惊无险的一次结尾 谢蓬飞用自己的惯用脚 左脚完成的传终 看看这次 现在还没有做出任何应对 对 张外龙 又是谢蓬飞的左脚 开到后点 海米提投球一点 再投球 这是空门机会 球进了 桑蒂尼没开二度 边踩好像举棋了 看一看 桑蒂尼停止了庆祝动作 把边踩举棋 点到了前点之后 这个球三个 最后离底线最近的三个人 都靠在一起 可能稍微探了一点 某个身体部分 你看裁判刚才的 变裁的举棋 最终的还是 帕尼桑蒂尼的进球无效 那这样的话 比分还是维持1比0 尤其在去做一些交流 有可能是盼那一下手上的动作 有可能是盼那个冲撞的动作 好 这个时候应该又是由士兵座里台办介入到比赛中 今天其实在这个VR的背景的介入还是比较多的 对 只不过没有太多的这个回放的情形 这已经是第四次了 而之前的三次VR的介入 持针路是只有一次选择自己去看 尽可能的不让停顿的时间破坏比赛的节奏 这个里边也要解释一下规则 就不一定所有的都会放出来 但是VR是始终在工作的 最终做抉择的是主裁判 他如果觉得士兵助理裁判可能会不确定 他就会自己去看 很多时候是没有必要自己看的 而这样的等待 其实对于双方在场上的球员 以及场边的教练来说 实际上都是在等待着一个结果 那么还是维持原判 这样的话呢 刚才桑蒂尼在比赛中的破门得分 被犯无效 还是1比0 70分钟了 看来两个回合双方的主教练都是 会在比赛过了70分钟之后 才有可能进行换人 保持着一样的换人节奏 但是对于现在落后了少人的一方 我觉得应该是更 求变 更快的求变 因为你现在可以不换外援下去 你可以想不到怎么去换进攻的 哪怕冯进你也可以不用 之前都不太用了 现在 但是你不能不换他身边的人 外援身边的人 而且我是觉得冯进是应该有获得出场时间的 他的这种冲击在短时间内是能够帮助球队的 上个赛季踢得非常的出色 这个赛季实际上呢 也有过出场的表现的亮点 马卡索在前场的积极的奔跑 拼抢 就是拿球 比较大 套边的是马卡索 调整好节奏 看了中路队的位置到三角传过来 一漏 最后再反抢罗靖 这边是黄西洋在关键的时刻 帮助中后卫来防守 艾米提依然是压迫马尔西苗 这回被吹判了犯规 所以我们在比赛中呢 看到当比分领先之后 苏尼高队在稳住防守的同时 一旦有快速反击的时候 也能够发挥球队快速反击的一个特点 身材高大 苏尼尼出场之后呢 也并没有拖慢球队 善于打反击 向前推进的速度 以利摩拉提以及 刘乐准备出场 刘欢下场 刘欢下场 这是兄弟二人的对位的调整 这是应该进行的一个换 这是边位的位置 你要现在还想在 十人作战的情况下 寻求一些进攻 你必须要有 从后往前侧应的人 冲刺的人 而迪利摩拉提的出场呢 是换下了 后腰位置上的老将黄西洋 这是在两回俄比赛中 迪利摩拉提的首次亮相 他的第一场比赛中呢 没有出场 来进行配合 迪利摩拉提右路的船中 以蓝达头就顶出去 冲锋飞在外围 拿住球 给到无锡 一脚出球 裁判挡了一下 要不是一个非常好的 渗透中场的一个传球 对 因为罗靖呢 不仅在前插同时呢 在看球和队友的位置 再传到前点 凯尔德克 米兰达的解围 踢在凯尔德克的身体上 手上吧 这个球主要就是怨气来源于裁判 当了一个障碍物 关键规则又没有规定这种情形 应该干嘛 对吧 你要球打在裁判的身上的话 那可以追求 裁判挡了一下人 等一下 米兰达的解围 是打在凯尔德克的手臂上 今天已经复制一次 在进攻的时候 冲锋当代队的球员呢 出现了进攻球员的手球犯规 进入到比赛的最后15分钟 而这个赛季冲锋当代队 在比赛最后15分钟的进球呢 之前是打听过6球 也包括双方在 首回合比赛中 当时的进球呢 也是在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 冲锋飞的横传没有传准 比利姆拉提 一个大脚 找到西里诺 又是瓦卡索冲过来 这是个犯规 脚抬的比较高 这回瓦卡索的爆铲 铲到了西里诺 也吃到了黄牌 这是他在这个赛季的 第三张累计的黄牌 从保险的角度来说 虽然领先一球 并且领先一个人 但是江苏苏尼一够 这边你并不能说 不可能在一个回合当中 突然重庆当代 制造出个机会 所以说江苏苏尼狗里边 吉祥我觉得 如果说身体恢复了的话 是可以往上放的 第一场比赛 由于有伤 没有进入到比赛名单 吉祥在这场比赛 进入到大名单中 身体的已经恢复的差不多 而且我觉得 应该放在前卫的位置上面 这场比赛名尼奥开起来 在后点 桑蒂尼帮助球队抢到第一点 最后速度也不慢 另外一点 造成马尔西尼奥的犯规 就是比如说下一场 周云和海米迪都上不了 那张成又可能上场 对 是不是应该让他上来 踢一会儿 这个吉祥如果直接兑换边位的话 我觉得会有一点浪费 就是他在前卫位置上面 像进攻端能够继续去顶 防守也可以站外围去阻挡 还有对抗 有身高 还有脚法 边位可以用边位的人来直接兑换 TV体育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活力新品三星S20 FE 5G手机热买中 下单响六七免息 赠400元三星积分 这一组对决的失利的一方 将会在下周二 来进行5到8名的排位赛 首回合比赛 那么对手呢 是上海绿地圣化 桑蒂尼 帮着被对方踢到的危险 把球还是能够护住 拉到边线处 要一个界外球 很有经验的处理 他其实也挺累的 但是踢到75分钟呢 两回合的比赛 刘乐都是作为替补球员的身份登场 第一回合呢 是在90分钟 替换了自己的兄弟 刘乐出现受伤上场 这场比赛呢 会出场的时间更长 写风飞 一脚在边路的强行传球 没有获得界外球 是一个门球 写风飞也是在2016年 就已经是加盟到 苏宁英勾队了 本场比赛也是奥拉罗游带领苏宁英勾队各项赛事的第80场比赛了 旁边的跑动明显下降了 就传过来 艾德尔转过身 这是一个单道球机会 艾德尔的右脚射门 扩大了比分 举齐了 边才举齐了 这样的话 下半场又一次苏宁英勾队的进球 因为越位 或者因为犯规 而背叛无效 还是1比0 来慢动作看一下 好 在直塞球 巴尔卡索出球 触球的瞬间 艾德尔呢 确实是触在越位的位置上 而且刚才两边的跑动 其实都有点下来了 这时候艾德尔突然做一个反跑 好 这边 便宜浓准备上 换人的人选 和时间点和第一回合都是一样的 但是估计 巴尔卡索肯定还是能保留的 罗静 他还有体能 单打迪利姆拉提 完成摆脱 右脚四级打门 今天罗静的多次打门的是 被崇敬当代队的球员 正面给阻挡出来 没有能够威胁到球门 再给另外一边 刘勒偷球破坏 尔西尼奥 他转身这一下是非常顺 最后再奔跑起了 艾德尔干扰他 陈杰现在随着 迪利姆拉提的出场之后 又回到了后腰的位置 而右后位呢 是迪利姆拉提来去主打 江苏苏尼奥今天的跑动非常多 谢鹏飞 罗静 瓦卡索 无锡 还有我们看到的桑蒂尼 跑动也非常多 桑蒂尼一方面跑动多 一方面和其他球员特点不同 因为它是一个还是兼具对抗的点 所以今天我觉得 主要跑起来的一个战术呢 还是要围绕这样的一个点 去发挥出来 打得非常不错 其实这支重庆呢 任谁来打 可能都会觉得有些艰难 之前的七场比赛 能够保持不败 六胜一平 对 势头正猛 被换下的是谢鹏飞 而上场的是田一农 然后换下的是在中前场 在边路以及在中路 都有进攻能力的谢鹏飞 而换上的是在后腰位置上的 防守型中场田一农 他的体能很充派 同时也具备着 能够保护身后防线的作用 看看是不是瓦卡索去踢边前 之前踢过这种 田一农本赛系是 长场比赛都能够出场 虽然不是长场比赛首发 但是也是奥帅这一套体系中 非常重要的一名球员 现在比较像4-3-3 瓦卡索成功的拦截 一脚再找到艾德尔 都快80分钟 艾德尔还是能够起诉 还是能够依靠自己的速度 把球拿下来 再回给瓦卡索 这时候转为阵地站 武器交给周云 重新当代覆盖不过来了 这么大的空间 球员的跑动的速率 和跑动的积极性 现在明显的下降 便宜浓的大范围转移 刚刚上场 可能身体还没有热起来 这叫力量太大了 最终还是重新当代 前场几个外援的位置的 空间分布不是特别好 同样的四个外援 但是这两回合的比赛 这四人所组成的 重新当代的攻击线 表现确实是有 比较大的差距 这的确说明 之前阿德里安 打一个前场偏右的 一个角色 他有的时候在中间 但是实际上活动 是从右往左的这种活动 是这个点 把重新当代的前场 四人组给主动串联起来了 而现在重新当代 没有办法 给瓦成功的断球 但是现在需要迅速 把球传出去 处理得不错 找到空位的逻辑 再给到瓦卡索 今天瓦卡索在比赛中 还没有正对球门的远射 完成指标 有过一较上半场的斜线远射 这边 埃德尔的远射 还是苏尼伊古队的进攻 瓦卡索到进去里边 这球还没有出界 这场面还没有 停在了底线上 瓦卡索很有经验的 拉到脚膝盖附近来作业 当代的成功的防守 把球权迅速夺会了 所以想伤进补实 这场比赛可能 常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 那么刚才呢 我们看到瓦卡索 跟场边的 教练席上的 这个工作人员呢 做了一个换人的手势 好像在刚才这次 在边线的作业之后 有点问题 有点出现受伤的情况 卡尔德克 不同于首回合 他的下半场呢 有过三次 非常不错的投球攻门 并且顶尽一球 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 卡尔德克 获得好机会的次数很少 三名球员同时倒地 少爷没有想起来 李昂也是捂着自己的面部 现在没有起身 比赛要停下来 这是在和卡尔德克 争抢的时候 在对抗中 应该双方有身体的冲撞 到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属于现在 场上少一人的形势 加上局面也没什么改观 让重庆当代 前场几个人的 他的心气都没有办法上去 这个就很难办了 当你球员心气上不去的时候 你进球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华卡索这下冲撞了 应该说问题可能不是特别大 但是可能自己也不希望 再加重这个球 是 海密提在右边路 这球给到埃德尔 这回没有越位 冲到进去里边 中路有桑蒂尼 全球被杨帅挡出来 不过还是苏尼古队 来延续这一次进攻 埃德尔和海密提 边路情形配合 刘勒把球给拿下来 扔过球不过 防守下来之后的进攻 重庆当代队没有组织好 裸进大范围的转移 邓小飞呢 还是提前的 控制住了球的落点 比利姆拉提 你看两次了 重庆当代队的进攻啊 就是一脚啊 但是落点又控制不住 疲劳加上整个的这个不兴奋 失误就多了 想要推出阵地战推不出去 防守状态人也都是散步状态 这回套到边路的是罗静 两回合与重庆队的比赛 罗静发挥的是很不错的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 江苏尼狗就不用太着急 这边再传 桑蒂尼压到前点去强点 比利姆拉提的跟防 跟得很紧 而且还做出了干扰 这边罗静在右边路 传球的落点控制的不错 正好是在小禁区的前点 桑蒂尼也是去冲这一个区域 苏尼狗队还在持续着 这一次连续的进攻 罗静 全是空档 看看桑蒂尼一脚 田一农再给桑蒂尼 你看这个已经变训练状态 看看埃德尔 可以自己打了 这边看看周云 左脚的射闻 埃德尔心想 我给你调整了那么多步 你给你号都架到嘴边 上赛季周云确实 左脚插上进过一个 你看这球等等等等 对吧 这个球跟上赛季周云 在于北京人和比赛时候 进球的那个位置非常像 小角度 一脚左脚爆抽 对 苏尼一购百亿补贴 就补大牌子 买到就赚到 当时我记得周云进完球之后 特杰拉埃德尔俩兄弟 特兴奋 时隔五年 周云呢在去年呢 又是获得联赛的进球了 这场比赛如果能够顺利 晋级出现当代队 将会创造队史在中国顶级联赛 排名最高的 一个中超联赛的 排名最高的记录 现在难度比较大 太难了 如果球员自己心态上放弃了的话 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是没 因为被罚下的时候是五十多分钟 对吧 对 其实之后有一些时间可以调整 而且你看西里诺 包括马尔西尼奥 其实现在都很难接到球去带球 他们的速度也发挥不出来 他们重新队的整个的这场比赛的 传球次数 包括前场几名外援的拿球次数 都比第一回合有明显的下降 所以说 当然这个情况呢 也可以使这个赛季 余下的淘汰赛阶段 不管是保体组还是真冠组 都会更加充满看点 这就是两回合赛会制的一个特点 就也许你第一回合踢的好 但是如果你不能够获得 比分上的大的优势的话 第二回合可能就会出现 在比赛中 同样的两支球队 踢出完全画面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昨天在上海德比 同样也是首回合和次回合 其实是内容完全不一样 其实真正能把两回合 看作一个整体去对待的主教练 还是比较少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 各种各样的因素 高天翼 在场面 苏尼哥对这场比赛 第二个要被换上场的可能是高天翼 这也是前场 中后场多个被人打 看看罗靖的机会 又是迪利姆拉提 很好的一对一防守 先把威胁给化解 换了两个边位吧 起码他保护了一下防线 不至于让重庆当代丢掉第二个球 这边也有两个 重庆当代 首先高天翼将会换下的是 瓦卡索 因为瓦卡索刚才在比赛中 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 保护起来 高天翼在前腰后腰 前锋以及边前卫的位置上 都可以去打 也是球队的一名U23球员 上个赛季曾经被外租到 深圳队来历练 瓦卡索今天踢得相当的不错 在防守端的尽心尽力 他的速度在中后场的移动 也是增加了球队防守的张力和弹性 桑迪迷 能够扛住对方两名球员 把球踢在陈杰的腿上 刚才重庆当代应该是冯进和尹聪耀 站在场边 首先是U23球员尹聪耀 现在出场了 换下的是老将陈杰 陈杰这样比赛 手发踢中前卫 然后还客串过一段时间的右后卫 最后冯进出场 陈杰是重庆人 所以他也是重庆对球迷非常喜欢的一名家乡的球员 替换下的是中后卫杨帅 这个时候来换的话 增加了进攻球员 撤了一个中卫 但是其实时间真的不多了 所以八十九分钟进行的调整 倒不是说不可以 反正就是拼子一搏 一比一或者零比二的区别 但是这个时候上来 球员也会觉得可能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 对吧 快九十分钟了 你这样的话 邓小飞要完成直接的高球 所以镜头刚才也是对准了卡尔德克 尹聪耀 远敏诚 同样又是长传球 就是高举高打了 米兰达这回跳得比卡尔德克更高 这场比赛将会有三分钟的补食 绷进拿球 冲耀再给到右边 最后的压上了 西里诺左脚的向前输送 田一农先把球扫出去 这时候田一农在球队整体防线回撤的情况下 他的位置实际上已经距离身后的中后位很近了 不过现在江苏尼克还是没有换吉祥上来 就是这场比赛 可能也上不来了 或者最后是 而西里诺右脚大门 米兰达关键时刻阻挡 现在重庆当代队获得了脚球 他们在第一回合正式依靠脚球的进攻 是追平了比分 脚球来自于马尔西尼奥的一脚射门 被米兰达用身体挡住了 还是米兰达要 盯防卡尔德克 他也是在这次脚球进攻中 重庆当代队最有威胁的球员 这也是对顾超的一次考验 外拳球前点 也就想要完成前点的一蹭 推判的是进攻球员冯进的半规 这的话球权回到了苏尼一钩队这边 这个时候球权对于重庆当代队非常的关键 这一次苏尼一钩队的出球之后 如果苏尼一钩队拿到球权的话 可以进行以控代手 消磨比赛时间 而重庆当代队需要的是迅速能够夺回球权 无犯规的情况下 然后开始推进自己的进攻 古超有经验地把球往边线触开 桑迪尼过来接应 这场比赛苏尼一钩队八次脚球 而重庆当代只有一次 埃德尔把球带到中路 向边路发展高天翼 埃德尔遭犯规成功 其实从刚才脚球数据也能看出来 就是上一场重庆当代 其实有五个脚球 五对六的脚球 即便是没有十打十一的时候 还是处于比较大的猎 刚刚才获得第一个脚球 这个时候杨博鱼准备上场了 他在首回合的比赛中 当时是由于在第一阶段 最后一轮的赤道红牌 所以遭到停赛 本场比赛杨博鱼是简简付出了 也许下一轮杨博鱼还有用武之地 因为打后边的对手 不一定是用四后卫的阵性 特别是这场比赛看到周云和阿波多海比提 下一场比赛会停赛 对 罗靖被换下 这场比赛罗靖也是踢得相当的有效率 在前场和埃德尔 以及和桑迪尼的组成了球队前场的进攻组 看一看 这个换人到底是不是换下罗靖 罗靖一开始奔场边走 球员自己还没搞清楚 罗靖被换下完成了这场比赛 而且他在两回合都是首发出场 上场的是在中后位位置上来主题的杨博鱼 阿波多海比提 这个时候很聪明 就是奔边线处来带 掌控球权 好 全场比赛结束 这样的话 江苏苏尼一购队在今天双方进行的 真贯组巴金斯次回合的比赛中 依靠桑蒂尼的进球 1比0战胜了重庆当代队 两支球队两回合的总比分 苏尼一购队是2比1晋级 这样的话 球队在上个赛季 获得中超联赛第四名的 前提下 本赛季已经是能够进入到中超的前四 有希望能够为这个赛季球队的目标 拿到亚冠资格而更进一步 那么重庆当代队这边 是进入到了接下来的第二阶段的 第二轮5到8名的排位赛 他们对手将会是上海绿地生花 比赛时间的将会是下周二